最近天氣沒問題 又加上熱情的關係 讓各地便衣會口尊重是有期見不 因為今年小英之友會所期辦的國會活動 勝負是非常好 所以台中官會中心 今年再度跟拜託 希望他們可以期辦官會活動 酒化館小英之友會就在今天 在酒化七期辦愛心官會活動 希望可以打破中華官會中心的記錄 各地官會中心官會聯想 也因為天氣轉變 又加上熱情的影響來減少 影響之下 各大便宜的會口也有期見不 所以中華小英之友會在官會中心的拜託之下 再度在今天的基盤官會活動 中華小英之友會中會中陳永昌幾次 小英之友會是小英總統民間最好的朋友 在那年來向上的官會公約活動以外 也常常基盤官會就小 寒冷的活動 這小英總統的魂心 我們小英總統責成我們全國各縣市的小英之友會 每年必辦的三項公益 第一項就是520的捐血活動 第二項就是衛繞軍警 第三項就是寒冬送暖 那這三項公益是一定要做的 今天的捐血活動本來想說疫情這麼嚴峻 想嚴厲也 但是捐血中心拜託我們彰化縣祥之友會 因為我們捐血活動去年是531代 我們都已經能創家機 希望我們能夠帶頭 讓所有的這些公益社團也投入捐血活動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這些捐血朋友 還有贊助單位協辦單位 大家的益助 我在這裡一併感謝 最感謝的就是我們晚袖捐血的這些 我們國人同胞能夠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中華小英之友會也感謝所有的協辦單位 讓這項愛心活動可以順利來基盤 現場也當時準備了豐富的禮聘來送給官會鄉親 在這裡感謝他們的付出儀館 也鼓勵所有的鄉親可以到立官會救人的行列 新中華新聞北邊林中華 蔡宏博德